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大家都知道古董行业当中真假混杂 各种的尔虞我诈在这个行业当中成熟不穷 但是对真假的问题 古董这个行业当中 真正的就是对真假有理解的这些行家专家 他都是有共识的 那么对于你能不能理解这些真正的真伪的核心问题 那就是考验一个人在这个行业里边 能否进行这个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关键 你比如说就按昨天 我们引用这位网红专家 就是描述 他自己对这个行业内这些专家的说法的那些表述 有这么几位人呢 而且呢应该是江西人 在公共场合狂捧 在私底下呢狂损 捧也是他捧 捧的稀里哗啦 损也是他损 认为真也是他认为真 认为假也是他认为假 其实啊他说的这些情况啊就充分的说明了他自己本身呢在这个行业内的这种处境不容乐观 因为啊在这个行业当中啊就像这位网红专家自己所说的 他说有那个专家呀当着人啊说真的背后人说假的 好像这个行业内啊 这些这个真正的行家呀都是那些反复无常的人 你要听他描述这个行业啊 这些从业人员那就不堪到家了 其实这个问题啊在这个行业内啊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呀 他完全得看呢 这个人跟谁说 你比如说两个人啊对这个真伪的问题都有高度的共识 那你不用问这两个人之间彼此很快就能达成这个相同的意见和观点 而对于那些啊他分不清真伪又分不出真假的这些人呢 他在这个圈子里边啊他就在云里雾里啊他不知所从 你比如说就像这个网红专家他自己说的这情况 人这些专家呀当着公众啊说真的 然后离开公众那个环境又说假的 其实像这情况我跟大家说一个窍门 你怎么分别这些专家呀 我说的是指那些真正的专家呀 可不是说像这个网红专家这类的 那些呀真正有名望有声誉的专家呀 你就看他在呀大多数人的这个关注下表达的那个意见 一般都是真实性比较高的那意见 因为你像这种声誉多助的专家呀 他一般在公开的场合下呀 他不太敢呢违背他那个真伪的那种真正的标准呢 说那些谎话 因为他要接受这些大众的解释 这些观众当中他什么人都有 肯定有那个内行的会看到他自己那个披露之后 如果指出他的问题的话 那对这专家的这个声誉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而你像这位网红专家呀 他认为呀 这些专家在背后啊 又说出了相反的意见了 根据我自己这个经验的 那很可能是这些专家得看人 你比如说呀 他遇到那些呀 也不懂行 又爱坚持自己观点的人 人家可能就顺着你说 人家不跟你啊 说得太深入 因为这个收藏对艺术的理解呀 他必须是有相同的认知的人之间的 才能达到那种高度的共识 而如果人家认为你本身呢 又不太了解 人家也不愿意得罪你呀 可能也就顺着你的那个说法就说了 但是你像这位网红专家呀 他自己又分不出真伪 他又当真子 他认为这些专家呀 当着公众说真 然后在被子公众说假 实际人家这个真假的这种说法 完全是根据不同的对象 而不愿意跟你啊 在这上惹出过多的这种争议 他不像我们这做自媒体 你不管别人认为我们是提高流量也好 还是表达自己观点也好 我们可以把这些事说得更细一点 你像人家的著名专家人 有必要跟你费这么多话吗 郭董的这个行业 完全看这个藏家也好 专家也好 他本人呢 一个是专业水平的这个要求 再一个他本人对那个艺术的悟性的要求 因此对于那些真正的专家 他那要求是非常高的 而你像这个网红专家 他所表达的这种现状 其实就证明了 他在这个行业内 大家只能顺着他那个说法啊 不愿意跟他计较啊 就是这么一种现状 他自己啊可能对这个行业内啊 缺少这种了解啊 因此他就落下了 他认为这些专家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那你如果有这种想法 证明你还是不了解 如果你真正了解这东西的真伪的话 你不用人家跟你说真说假 你自己就有判断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 就是号召这位专家呀 你如果真的对你自己的那个说法 有把握 你就把你自己的作品再拿回来说一遍 因为你只要在公开场合下说 那就要接受大家这种解释 你说的对不对 自然的就会呈现在所有的这个事实面前 那如果你对你自己曾经断定过的那些东西 当别人给你指出问题的时候 再让你在公开场合下说 你又不敢说了 但是呢 你同时要装着你自己什么都懂 什么都明白 还要贬损别人 那就证明你自己 可能就是属于你自己本身的人格上就有缺陷了 因此今天是第二天 我们在等明天 晚宫专家呀 他贬损人家阿狐斋主人汪洋先生那些 元代作品之后啊 能不能有勇气啊 把他自己那个作品拿出来 和人家那个阿狐斋汪洋先生的作品呢 做个比较 这也是啊给那些网红专家那个铁粉啊 做一个展示 因为这些铁粉都很崇拜这位网红专家 每次我一做节目 涉及到这位网红专家的一些观点呢 包括他看的一些问题啊 他这些铁粉啊就到我这来啊 总想较真儿较出个这个真伟来 那么这次啊 咱们就在大庭广众的这个关注之下呀 给这位网红专家一个机会 让他自己公开的表达他自己的观点 咱看他有没有这勇气啊 把他自己曾经断定过的一些作品 再拿出来确认一次 咱们就在这边